首先我们开箱以后收到机器开箱以后会看见这样一个主机 然后呢我们把它放在平整的台面上 紧接着我们就是把包装箱里的一些配件 平铺在某个桌面上或者某个空框的地方 然后我们对照的一个装箱单来逐一清点一下 我给大家先介绍一下 这个呢是我们机器上的一个温度传感器 就是检测内桶水温的 然后这个是我们冲氧时所需要的 就是接在氧气罐上的一个减压阀 这个是我们的冲氧导管 然后这个是我们的养蛋头 这个是标准物质本甲酸 那是温度计 那是单锅 这个是蛋盖支架 然后紧接着点火丝 蛋座支架 这是内桶 这个是往外头注水的一个吸水器 差不多一些主要的部件都在这里 还有一些小的密封圈 硅胶塞之类的 它是装在一个小袋子里的 到时候你们拿出来对着装箱单清点一下数量就可以了 然后我们就是把温度传感器 把它组装到机器上 到机器的背后这里 这个就是温度传感器的一个插座 我们装之前看好传感器的座子 它这有个凹槽 凹槽是朝上 我们就能直接插进去了 好听到一声咯噔一声就是插好了 然后这个是卡传感器的地方 正常我们就卡在这里啊 然后 我们来安装这个减压法 首先我们自己要采购一个这样子的一个氧气罐 一定用扳手拧紧啊 确保不漏气 然后是这个冲氧导管的一个安装 也是确保不漏气啊 这个的话就是等于冲氧的工具 我们已经安装好了 然后就是机器这里 最后一个温度传感器的安装 然后这个是玻璃温度计啊 这是温度计塞 刚才那个小配件里面的我就没介绍 还是上面一个档圈 我们把它安装好以后呢 是安放在这个位置的 就检测外桶的一个水温的 就是通常我们加好水以后 看它的温度稳不稳定啊 我们要看一下这个外桶的温度 要用这个温度计测量的 然后这边是一个蛋盖 然后这边一个内桶 内桶的话这边有个蛋做支架 我们把它安放进去 像这样安装一下 然后呢把它放到机器上来 把它这样卡在这个内桶里面 这样就是安装到位了 看一下下面啊 这个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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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脚的 你放的位置不对你是放不进去的 这样才能卡进去 开始啊 现在的话我们整个仪器的一个组装 大概就是这个样子 现在呢我们要对仪器进行通电了 连接好电源 这边有个电源按钮 按一下 这边我们随机还有一个就是那个 无线鼠标跟键盘 可以插在这里进行操作的 因为也是触摸屏的 我就不插那个了 到时候如果要操作了 直接插一下就好了 好 好 这样就是我们的软件的一个界面 我爱哥给大家介绍一下啊 首先第一个样品测试 这个就是我们测试样品的一个实验界面 正常的情况 我们点一下开始测量就可以了 然后呢 这个是热容量标定的一个界面 也是一样的 我们点一下开始测量 然后这边还有个仪器之检 仪器之检的话就是检测仪器的一些功能 首先这个点火 点火功名之一嘛 就是说让点火师点火 给点火师通电 这个测试的话 我们可以在两个电极之间绑一个点火师 然后点一下测试 它如果说熔断了 那说明机器的点火功能正常 然后这个搅拌功能的话就直接可以看到 我们点打开 听到滴的一声 上面这个搅拌液就开始转了 然后这边还有个关闭 关闭它就不转了 这个就是测试界面 温度标定的话就是温度传感器的一个检测温度的一个精确值的一个标定 正常情况我们不需要动它 如果说真的是有问题了 联系我们厂家这边 这是资料设置 当我们在标定热容量或者说测试样品之前 我们点到这个参数设置界面 我们选择一下 比方说我们现在是标定 标定的话我们把本甲酸的重量 本甲酸的热值输进去点一下确定 然后到刚才那个到这个界面 热容量标定这个界面点开始就可以了 如果说是测试样品 我们就要选下面这一行 在这里输入样品名称 样品重量 仪器的热容量要输到这里面 还有一些添加物的一些百分比 也把它保存进去 然后点一下确定 返回样品测试 点击开始测量就可以了 然后这边还有一个通讯设置 就是这个显示屏跟主板之间的通讯 正常的话 如果说你的这个屏幕上没有显示通讯失败 串口失败 那就不用管它 如果说是显示串口失败了 这里有一个默认值 我们点一下就可以了 然后这边还有一个检测单位的一个设置 就是在报告里面 你要显示出来的话 就在这里把单位 这个名称 和检测人的姓名输入进去 点一下确定 最后的话 这边是一个资料打印 就我们标定完的一些数据 还有一个样品测试完的数据 都会存在这个里面的一个电脑里 然后的话 我们可以在这边进行打印 也可以打印预览 也可以把它直接插U盘 然后导出文件都可以包括删除 然后这边还有一个复算 复算的话 就是我们标定完以后 我们进行反过来一个验算 看看就是标定的日子是否准确 或者说是样品测试以后 复算的一个值是否准确 就在这个界面 看这边可以选的 样品测量 以及标定 都可以选的 开始 我们现在的话就是 仪器的功能包括组装都介绍完了 接下来的话就是一个模拟实验 正常的一个实验的话 我们要在外桶这里 就这个孔 这里我们通过一个吸水器 吸水器 准备一些准备一些纯净水 在这个孔我们往里加 大概是18公斤左右 加完了以后从这里看一下 就能看得到这个页面的 然后加好以后 加好以后这个温度计 就把它放到里面 这样放好 通常情况的话 你想要看一下温度计有没有在水里面 你可以把它拿出来看一下 如果水银泡这里在滴水了 那说明这个水银泡已经 进在水里面了 可以检测水的温度了 然后的话 如果说你要进行实验 通常情况在我们外桶加完水以后 最少要静置12个小时以上 然后才能开始进行实验 因为我们这个本身就是一个温度类的实验 如果说不等它完全平衡的话 测试有偏差的 好 把内桶放上去以后 我们进行一个去皮 通常的话 我们内桶加水是3000克左右 gespannt 超级的 我的天桶 都给便了 我晚上好 redund没其他 还是有点 全部是 中 problem chỉ应该 危不你 但是 这个家多了 我们现在就是加好水了 然后我大概跟大家说一下 就是说我们说明说写了3000克左右 他不是说一定要你加3000克 因为我是为了好记这个数字 因为我们标定的时候用3000克 然后呢 我们做样的时候也要用3000克 就是反过来理解就是 你现在加了3000克左右 你哪怕不是3000克整 你要记好这个重量 然后呢 你标定完以后 你再去测试的时候 你要确保这个水还是这个重量 跟你标定的时候是一样 放一下这边放了 好 我们现在把内桶放到里面 这有两个把手 就是给我们抓的 好 现在就放好温室了啊 然后这种情况的话 我们紧接着就是本甲酸的一个准备工作 首先呢 我们把这个养蛋头领下来 放在这个支架上 然后呢 我们把这个干净的干锅 放在锵瓶上 进行一个称重 等到温度不再跳动 这个重量不再跳动的时候 我们点个取皮 这时候呢 我们打开本甲酸 我们取两片本甲酸 把它放在干锅内 一定是 取皮 没有素质的时候 好 两片本甲酸放好以后呢 我们就观察天明的一个数字 等到它最后一位不再跳动的时候 我们记录一下它的重量 0.993 4 然后我们取出干锅 放在这里 然后我们取一个电货室 然后收 过瘾一些 往前一负 一样 好了 绞掉 好 接下来呢 我们准备这样子一个小两桶 10毫升的蒸馏水 倒进去以后 然后呢 我们装上这个蛋盖 再来我说一下 为什么加这个10毫升水 就是说 本甲酸在燃烧以后 它会产生一些酸性物质 这个时候呢 这个水的话 蒸馏水就能够把它进行一个吸收 然后标准上都有写的 然后这样轻轻的这样放进来 旋转下面 好 这都是一些细节 好好开始 旋轻了 然后的话 我们就下一步就是冲氧 我说一下 就是刚才我旋的那个动作 就是说保持上盖不动 旋下面 就是说防止干锅 和那个样品 在你旋上面的时候 发生一些串动 如果说不小心 让它就是跟点火是碰到了呀 那就直接断了 就会造成点火失败 尽可能的就是上盖不动 动下面 保证平稳的情况下 拧紧就好 不要使命了你 拧紧不漏气就好 然后我们 拧在这里 拧紧一个葱 拧钢好以后 这个减压阀这个阀门拧开 让它这个指针指在这个上面稳定以后 然后我们来调节这个冲氧法 观察着压力不要一下子调多大 好 这个这种情况我们停留大概45秒 直接一拧紧了 嗯好可以了 可以 嗯 冲好洋液后拆下来 就轻轻的平揽 不要晃动 把它放在这个弹座支架里面 对一下位置啊 这个不要碰到了 所以你把那个把那个手边 对拽拽手边 就是你观察一下搅拌叶片 不要碰到它 然后两个电机要顶在蛋上面啊 好 在在扮演的状态下你能看得到它是顶到蛋上面的 这个时候把它盖好 然后我们擦好洋液 好 我们现在进行一个热容量标定 刚才的话 我们现在资料先设置 我们现在热容量标定 本家专的重量 是0.9934 然后本家专的热质 然后本家专的热质 就是我们这个标准物质 26453 26453 测量人 比方说我123 确定 它就自动进入到这个界面了 然后这个时候呢 我们点击一下开始测量 现在开始计时 仪器的话会实时采集温度 给它走一下 好 开始采集温度了 这个时候呢 仪器它会就是一直采集这个温度的一个变化 就是水温的一个变化 只有等到你这个内桶水温平衡了以后 然后这个时候 它才开始点火 然后再记录点火以后的一个温身 好 我们现在看一下 就是说像目前这种现象 我们已经采集了11个点的温度 那么它还没有开始进入主气点火 通常情况呢 为什么会这样 因为我们这个水啊 是刚刚加进去的 还没有等待它稳定以后 我们就已经开始实验了 正常情况就是我前面说的 你内桶外桶 加好水以后 最少静置12个小时以上 然后才能来进行一个实验 这样的话 它就不会出现这个采集很多个点了 好 像刚才我们记录20个点以后呢 它这里已经进入主气点火 紧接着 你就会发现 内桶的水温在往上涨 包括这个曲线图 它会往上涨 涨到一定高度以后 它会持平一段时间 然后的话 一直到最后末期开始降温 开始介绍一下 好 现在就是已经升到14.7几了 温度开始缓慢上升了 就从这里能看得出来 因为两片温假升的话 差不多也就是1.9 两度左右 一个温升 好 现在的话 进入了一个长时间的等待 在这个一次一次的采集 温度一直在变化 那就是变化极小的时候 它这里会变成末期 末期的话 也就是意味着它的温度已经就是 温身相当相当小 有可能就是已经下降了 看好机器低的一升向升 然后紧接着我们看到这里就会跳出来 我们刚才做的是第一个 这就序号1 热容量也出来了 正常情况的话 我们要平均要做 按照国标的来做的话 我们要7次 做7次 然后这里算一个平均热容量 算好了以后 就是这台机器的一个热容量 到最后我们测试样品的时候 我们就把这个算好的这个热容量输入在里面 然后你在测试样品的时候 它就会通过你这个仪器的热容量计算你样品的一个发热量 就这样来完成这个实验 然后像我们现在这个实验就相当于是做完了 做完了的话 我们现在取出传感器 打开上盖 然后 取出仰灯头 这个有一个放气方法 按住 这个里面蒸馏水 倒掉啊 酸性的啊 这是酸性的 倒完了记得要擦干净啊 然后同样的 我们看着这个燃烧完的这个干锅 里面是比较充分的燃烧干净的 那也就是有效的 如果是烧不干净的 总的就是无效的 要重新来 然后做完了以后 我们包裹这上面 残留的电货丝 要把它去除掉 然后干锅的话 我们用 用干净的纸巾进行擦拭 擦拭完 保证里面干净了 我们就可以进行下一次测试了 再说一下 好 那现在的话 里面擦拭干净 干锅擦拭干净 包括这个蛋盖里面也要擦拭干净 就可以放好进行一个保存 然后这个 一定要保证干燥 密封的保存 好 就是如果机器长时间不用 像我们刚才那样 把养蛋什么都清理干净以后 这边还有个放水法 因为外桶我们是加水进去的 在这里进行一个 打开就可以把外桶的水放掉了 然后那桶的水的话是直接拿起来倒掉就可以 然后 这个部位啊 跟大家说一下 这个部位是一个保险丝 扩载保护器 假如说你机器里面有短路的地方的话 它会弹出来 就是你显示屏就怎么样也不能点亮 把它按进去就好了 好了 对 好 好